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定义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长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微码了解一下 历史需要补课 这补的课是阿根廷的课 阿根廷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 改革不彻底 就是彻底不改革 这是大陆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的科普作者 一课经济学创办人张世之 那么在1月23号发表于蓝芳周末 当然这个文章有点意思 这标题看起来好像在指责中国大陆 其实不是 这说的是阿根廷 不要紧张 作者指出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 在国内要刷屏 但在阿根廷的国内支持率 就开始在下降 工会的筹备 更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 米莱的任期才开始 四年内他能不能交出 满意的达卷 实际上还充满了变数 何况他是一个 就是政治俗人 我们知道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阿根廷自由主义路线的一次尝试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 阿根廷分别进行了两次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根廷的经济不仅为此付出了产重的代价 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常态化发展的正轨上来 几乎世界上 所有主义主张都在阿根廷试验了一遍 但最终还是一贫如洗 人们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 当然也没有得到拐棺 还是在改革的大河里面 来来回回摸石头 就是没有成功的过河 把石头的扔下去再摸一遍 也是找不到北 首先呢 阿根廷第一次的自由主义改革 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 当时是毕隆的第二次执政 阿根廷再次因此陷入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到了76年的3月14号 右派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 推翻了毕隆夫人 以沙贝尔毕隆的政府 实现了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的统治 73年76年 紧挨着阿根廷的智力 在皮诺切克军政府的统治下 通过推行自由主义改革 又取得了初步成效 阿根廷这边的右派军人 也想因此走向国家 希望国家走出困境 回到正轨上发展 他们非常认同皮诺切克 在智力的改革 必须彻底改革 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模式 都是军政府统治 但是他们任命了一个经济学家 马丁内斯德奥斯 担任经济部长 负责推动改革 这位仁兄跟今天的米莱一样 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他比米莱多一点学术的专长 这位仁兄他利用手中独裁的权力 强行的推了一部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 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的作用 建立一种生产型的经济 措施很多 控制通货膨胀 削减财政赤字 平衡国际收支 改革汇率政策 实施货币贬值 削减公共开支 冻结工资 以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 同时争取外资的支持 扩大国内的投资 在经济危机取得初步控制之后 开始实施经济开放 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 鼓励进口 改革宏观经济的结构 终止对工业出口的补助 改革金融 改革金融 体制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 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的结构 这次改革完全学了智力 但是学的不彻底 因为这个德奥斯 只进行了金融自由化 对外开放和汇率自由化 等方面的改革 并没有真正实现 私有化的改革 没有有效的减少国家 对经济的干预 相反在很多领域 还加强了国家的控制 仍然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老路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急剧增长 最后导致陷入了 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1980年 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 81年经济濒临崩溃 比锁 贬值 百分之四百 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百 噼里啪啦一大堆 没办法 国家被迫讲私人的债务国有化 导致公共债务剧增 81年 英阿玛岛战争爆发 阿根廷高股了和美国亲密的关系 没想到英国美国等国家开始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 8月 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第一次阿根廷的改革 自由主义改革失败 而是彻底的失败 阿根廷虽然在83年彻底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 但整个80年代的经济是越来越差 89年 他们也发生动乱 民主选举产生的阿芳新政府 被迫提前下台 刚当选的正义党总统梅内姆执政 梅内姆 也是党的避荣主义的旗号上台 上台以后赶紧转向新自由主义 内外政策从中左派转向了右派 他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事的主张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这个世界一堂指导下 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从今天来看 梅内姆的政策跟米莱今天的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保障机构改革 三方面入手 比如说面对的民生凋敝 百惠带兴的阿根廷 梅内姆的改革初期 效果不错 初期效果不错 恶性的通胀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通货膨胀下降的个位数 外资流露大幅上升 改革期间流露总额达到了 650亿到1200亿美元的外资 有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打了一大堆 宏观结构上 阿根廷第三产业偷其是金融和大型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 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什么呢 但是贫困化和经济同步增长 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都成倍的增长 经济增长是个普惠的过程 但是阿根廷这十年却是贫困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 在经济高速增长财户迅速增长的同时 贫困化不减反增这是令人费减 好了到了1999年阿根廷全国也有1200万贫困人口 2001年贫困率突破40% 2002年达到53% 2003年上升到54.7% 就业形势也是很奇怪 阿根廷的经济在90年代 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 反而不断恶化 失业率持续上升 长期的高失业率导致社会贫困阶层的扩大 进而形成一个以失业者构成的特殊的社会阶层 长期积累的贫困 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 2001年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加剧 人们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 到了12月又开始冻结银行存款 阿根廷经济陷入了瘫痪 怒火被点燃 席卷全国的抗议暴乱 成天上午的商场产遭洗劫 在2003年大选 人们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 转了支持正义党左派的候选人 吉斯内尔 吉斯内尔上台全面火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开始又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 走上另外一条路线 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的实验 前半层高歌猛进 后半场草草的收兵 为什么阿根廷的改革又是失败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首先有一个基本概念和逻辑 就是首先搞清楚市场是什么 市场能带来什么 这不是一个宏观问题 而是位观问题 两个人自愿交易 这就是行政的市场 自愿和自由交易的市场 能够同时改善交易双方的处境 交易创造财户 而且没有受害者 理论上阿根廷的市场经济改革 越是成功 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就越可能汇集更多人 过程会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 但不应该出现经济增长 反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 在增加的情况 出现这情况一定有什么原因 阻碍了交易的达成和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这后面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在政府层面上 阿根廷没了富贵命 但却得了富贵病 曾经的富贵病 富贵命几代人折腾没了 但富贵病就被继承下来 阿根廷的二战之后 建立个欧洲一样的福利主义的制度 工资水平福利水平比较高 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补助也比较高 原来的劳工法 公务法对保护劳工利益 做了严格的规定 赋予公会很大的权利 很明显 国家层面统一的高福利 有别于某个企业自行实施的高福利 但是一旦企业经营 遭到了经营困难 就很难通过降低福利来渡过难关 国家当然也是 你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以后 你这个利益就设千家万户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 所以请神荣誉送神难 承诺发放福利很简单 要削弱民众福利比登天还难 今天这个米来也在削弱民众福利 那你就知道阿根廷国内的工会 为什么组织民众抗议 旧病未除新病又来 阿根廷正为揽上了新时代的富贵病 93年阿根廷又通过了社会保障法 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制体系 新的养老金制度 年金委托管理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 他提前进入了北欧的模式 社保 社会保障法 对企业和个人投保做的强制性的规定 不是基于市场自由自愿的可协商的条件 那好了阿根廷现在 劳工法 公会法 社会保障法 变成了企业 压在企业头上三座大山 这实际的本质 就是对企业产权的侵犯 本来是企业和雇主之间协商解决的交易问题 被法律僵化的固定下来 大企业 国有企业 能承受这个存本 中小企业完全扛不住 阿根廷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 当正规部门 这业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 黑工 却大量存在 不断上升 什么叫黑工呢 只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口 收入一般比正式工人低了一半 黑工的增加 实际上来讲 这三个法律 是就这样压垮了阿根廷的经济 一起被压垮 包括阿根廷的财政 原来是严格财政纪律 保证收支平衡 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要求 但是一直没有落实 所以阿根廷的财政 连续出现了十年的高额的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原因是造学功能不足 同时要输血 你实现了私有化的改革 但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的依赖线很大 实施了社会保障改革 一开始这个社会保障体制就是赤字 政府只能不断通过财政进行输血 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当然我们也知道 社保问题是当今整个世界的难题 财政赤字同时 货币局的制度限制了政府通过发钞 稀释债务的能力 只能去借外债来弥补财政亏空 结果举债发展的模式导致债务负担过重 经济造学能力又跟不上 最终导致了阿根廷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债务危机 陷入周期性的恶性环境 循环 根本原因就是那个你根本动不了不切实际的高福利的体系 这个体系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阿根廷的经济的持续恶化 失业群体的增加 形成了一个失业者的阶层 这些人在工会的组织下 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组织 叫做断路者组织 什么意思呢 经常习惯堵断交通的方式来组织罢工和抗议 经常隐患 极端的暴力冲突 一言不合 那就打砸抢 这是侵权行为 但政府给予冲聋 让他们表现更加嚣张 阿根廷不稳定因素 就是这样出来的 阿根廷经济上行 贫困能够增加 现在又出现一个现象 中产阶级反贫 也是个普遍现象 在经济衰退更加明显 为什么阿根廷的中产阶级 政治上左转 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基斯内尔在03年大获权政问题 政府的劳工法 公会法 社会保障法 没有弄 民尊层面 断入组织 有组织 无纪律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阿根廷全国就这样 经常陷入混乱 这两个层面对产权的破坏 杀人与无形 一个明目张胆的杀人 没办法 只能去当黑工 我们当然改革开化 我们在90年代也碰过这样的艰难 物价也飞涨 通货也膨胀 也有下岗工人 也经历过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但中国人能扛过来 关键是那个时候多少还没有太多历史包袱 中国人的低人权 人口的红利也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可言 那个年代刚好是中国经济叙事待化的时期 有人被迫转型 有人主动下海 有人转型成功为中国经济做了贡献 为自己赚足的回报 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阿根廷没有这个机会 恰恰阿根廷经济最辉煌的时期 就是一段自由世界贸易史 没有各种七七八八的管制 没有各种什么七七八的福利 很多人连选举权都没有 所以这位作者认为 阿根廷的前两次改革 就是不彻底的改革 某个时区取得了明显的好转和改善 但根子问题没有解决 改革不彻底 结果等于彻底的不改革 进一步退三步 又回到了原来错误的老路上 米莱 政治素人第一次当总统 但阿根廷不是第一次过河了 河里到处都是石头 摸了后又扔 扔了又摸 说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能不能把那个三座 三个法律彻底的改变 能不能搬掉 断路者这个组织 能不能真正走向保护私有产权 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说什么不重要 做什么怎么做才重要 阿根廷或者拉美博士 其实也是中国改革 走了45年之后 将想走什么路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界间 核心是 私有产权如何保护 但看我们对民邻经济这样的遏制 就知道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了解 可我 不管 没有 我 不